我要问历史哥的是 为什么中东景他的回应叫做 下架民进党的说法 让他听起来不太舒服 因为他这样一回应 会让我们立刻想到上一个 也不是很喜欢 也不想听下架民进党 这个言论的是柯文哲啊 那我们就看嘛 最近中东景跟谁比较熟嘛 是跟你朱立伦比较熟呢 还是跟这个柯文哲比较熟呢 大家别忘了 中东景为什么现在是五党籍呢 因为朱立伦当时就坚持 不要提中东景嘛 那柯文哲去给他送暖 所以当然中东景现在 直白讲就是给朱立伦软钉子 而且加上现在小刀又浮上来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地方派系 跟这个小刀本来就是 不是很开心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这个软钉子已经很给面子 只能说人家说中东景厉害的人 那真的 就是这种地方派系 其实不管是像中东景啊 或者像镖哥啊 这种地方派系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 这种做人啊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八面玲珑很懂得说 哎呀来啊人家来 我都会很客气的接待 但是要让他讲到这个程度 那代表心理上一定有些不舒坦 那另外就是什么 柯文哲的这种败会的效应 或者说柯文哲开始 很认真在扫路 因为我们看到 他跟吴子嘉的对话当中 柯文哲也说 他最近一直在中部嘛 其实前阵子他都到南部去 在南部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柯文哲 慢慢不断一步一脚印 对地方派系的这种 这个拜会啊开拓 这些地方派系不会因为我是国民党的 或者说我是什么政党的 他就不接见你 他们就是真的 人来来 我们的好客嘛 有类嘛 这种就是非常 这种稀松平常的事情 因为他们经营那个地方 经营这些地方 他可能不是他现在哦 他可能可以上售到什么时候 可能上售到清 清零时代 甚至是什么 就是在日子时代 他们都已经有所布局了 那像是说这个苗栗的中家 大家去查嘛 这个地方这都是大家大姓啊 因此谁跟他们好 他都会这样 都会敢点滴在心头 因为对他们来讲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守护好他们自己的乡里 而不是说今天谁大头是谁 当然必须讲 这些不少这个国民党地方派系 之所以跟国民党合作 他是有渊源的 因为当年这个国民政府啊 就拨迁到台湾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第一时间选择跟国民党合作 那样的一个默契 那样的培养 其实已经有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脉络 所以大体来说 他们跟国民党会蛮接近的 另外呢 客家人本来就会跟国民党比较接近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这个民党初时 他就是一个大闽南沙文主义嘛 那党外运动基本 就是这个台独的运动的前身 其实还是这种所谓闽南人去发动的 所以客家人本来跟闽南人 大家也知道清朝的时候 就已经在闽克泄斗了 一直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有这样卖流 他不会真的跟着国民党对干 因为真的对干 他等于就跟他主上对干 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 可是这个中东景 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跟国民党闹得很不愉快 或者不要说跟国民党闹得很不愉快 其实就是跟朱立伦闹得很不愉快 这件事情 他现在 他不会名字跟你撕破脸 但是他不会跟你那么 close 因为毕竟 你现在就是你形势不好 你才来看我中东景嘛 那如果说你当时不要踩那么硬 大家都可以有谈的空间的时候 你给我个面子 你给我个下墙梯 那我也给你个过河桥 那大家四四六六就搞定了 真的没有那么难 这也是我觉得朱立伦 他虽然人家都常常说了 这个人长袖上 他也是我们双子做的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都是很会能言善道 可是感觉起来 在2022年那个大选到现在 给了的感觉是 哎呦我2022大胜 投胎的很高 很硬 那结果就在这个空档 一边呢 侯友宜没有办法上来 甚至往下滑 那另外一边呢 柯文哲呢 就是不断的从2022年就积累 然后到处去拜会 理想中东景跟柯文哲的接触 是什么时候呢 事实上是在 2022年选举的时候嘛 所以这个脉流是 慢慢铺陈慢慢铺陈 不然为什么柯文哲到了金门 人家金门就在地接待他 其实金门是怎样 血管化开应该都是蓝的 哎跟大家报告 中华民国金门县跟连江县 是中华民国为二呢 从中华民国建国开始 一直到现在还在中华民国手里的 对吧 那这样的状况 结果他们竟然跟柯文哲很好 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柯文哲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路战 其实慢慢有在踩这个点 那这也是国民党 现在要去警惕的问题 就你侯友宜啊 相对起来离地方派系的距离 更加遥远 我们都知道柯文哲 其实他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经验 那你要说心目也可以 2018年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2018年一开始 柯文哲其实民调还不错看 可是到了最后选举决战的时候 蓝的拉五帕绿的拉五帕 啪 这个就差点要挂掉 所以对他来讲 怎么样去把基本盘给金英好 所以怎么样的把路战给做出来 这种东西是稳固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空战呢 它是一个高流动性的 要怎么把这个空战转换成路战 那这些地方派系 并不是跟空战完全是绝缘体啊 因为人都是一体的嘛 地方派系难道没有小孩吗 这些地方的这些装脚 难道都没有年轻人吗 不可能吗 那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受到空战很大的影响 那怎么样把这样的力量给慢慢连结起来 所以像柯文哲前程打了一个口号 就是说这一票听孙子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要打他现在最弱的60岁以上这个阶层 怎么样去把它连结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对朱立伦来讲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苗栗这么懒的地方 基本上国民党就算就这么讲好了 你把苗栗县的这些县长人民都盖掉了 他只要五党级了 你括号他还是国民党 他国民党级那很正常 那他其他党级不管怎么样 他基本上就是心向国民党 结果在这么铁盘的地方 你去结果人家给你碰卵钉子 而且呢还呼应的是你的对手的口号 那我是认为朱立伦真的有个巨大的危机 千万不要以为小刀还是当年那把刀 小刀之所以锐利 是因为马英九那时候享有高人气 他授予他的权柄自然就大 那可是现阶段的国民党中央 是当年可以比拟的吗 现阶段的侯友宜是当年的马英九吗 当然都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小刀可能短时间内 你杀杀郑立伦啊 杀杀这个固定的一些 这些对象啊可能可以 但是你要对整个结构进行这样砍砍砍 效果可能是有限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朱立伦这一次 遇到中东景 中东景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我们的中天有小编啊 小编最近又赶出一支新的影片 我觉得小编每一次出片呢 其实在大家的这个广传 然后看法不一回应不一 但总是可以掀起很大的共鸣 而且有很大的观看数字 昨天小编又赶出了一支影片 我们短短的播前面的一分半 让大家听完之后 我们再来做评论 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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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团结 团结一定会 团结 大团结 团结 团结同心协力 团结团结 团结不团结 好牌就会打坏 谁能团结谁能赢 他完全没有为选总统做任何的准备 侯的个性 人格特质 选举方法 跟我们现在的选战完全格格不入 我很担心侯市长变成炮灰 不分区立委 郑立文 你是几屁喔 真的是没有选举人 是在几屁 真的是几屁喔 吴敦毅在四年前的不分区立委名单里面 这个金主也建议了不少人选 包括最近提出换猴的不分区立委 后面的动机不单纯 我的死活真的不重要 郑立文喔 他今天会做出这样的谈话 有人说什么背后有没有人出钱啊 讲一大堆有的没的 我认识的郑立文不是这样的人 就像青春痘一样 这个农包一定要挤出来 阿湖风暴 你再闹下去 你也不可能成事 你是什么卡 金谱中就是农水包都包不住 就是要民进党下架啊 下架民进党 我也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台湾关键的一战 这一日是中华民国最关键的一日 2024年是最重要最深圳的一场宣战 关键最后的一次 大家好好把握 好我们感谢一些关注朋友们的抖内 感谢张梅华的抖内 他说给我们按个赞 感谢Sperenza聊的抖内 他说这批国民党还是不要这么嚣张 那另外感谢何仙仙的抖内 说历史哥舒尔他都同意 但他最不高兴的就是 柯P去消费亚斯伯格镇 他也说加油 我非常感谢 对 斯刚议员 这个我们的统窟关键 有可能是王金平吗 刚刚听到这个影片剪了一大堆 要团结团结再团结 那谁来扮演这个 出来敲响那个大陆的人 什么最缺啊 就讲什么最多 因为现在国民党团结最缺 这每个人都讲团结 因为以前很多的标语 就缺什么就标语就讲什么 那谁会做那个tanko 我坦白讲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 大家都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我相信以王金平来说 他对于地方派系也好 宗教啦社团啊等等的组织啊 那坦白讲他都很熟悉 但是好像他这次的用力 感觉他有用力 但是好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那个点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 就达到那个点 然后达成说 他一这个下去之后 一tanko之后呢 整个都扩散起来 你说上个礼拜 他把这个各 100多个立委找来 但是后面的怎么样去散播 怎么样去凝聚 怎么样去往下去团结 这些各地方继承组织等等 我觉得这部分 侯友宜的办公室 侯友宜的组织部 要做要接手后面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只是穿针引线 你不可能期待说王金平 已经帮你做到这样 还下去帮你去tanko 所有的组织 各地方的宗教团体等等 那他是这个穿线者 穿针引线 后面你要去跟上 那同样的 你像我们这些组织形态啊 那像自己的竞选总部的部分 党部的这个社团 然后各职业团体 像上次前天礼拜五 也才办了这个 就是把这个退休军工教的 统统把他 统统把他找到台北来 然后做一个造势的活动 那这个后面的 你本身竞选总部的组织部门 就要整个follow下去 就要follow下去 那至于上面高层的那些 纷纷扰扰 坦白说 侯友宜现在能做的就是低 再低 腰再弯 姿态再低 因为要选的最小 不选的最大 不选的都告诉你说 哎呀我觉得这边 我腰酸背痛 不想看你 我今天的喉咙痛 不想看你 我明天有事 要家里面吃饭 我没空看你 OK 他都有千百个理由去拒绝你 这个时候就不断的按门铃 打电话发简讯 告诉说 我很需要你的帮忙 我很诚心的去看到你 然后呢我倒觉得 除了这样子一个部署之外 比如说韩国瑜 过去四年前所讲的一些政见 是不是有一些 很不错的 当时反应很好的 是不是侯友宜这一次 可以列为他的这个国阵 里面 国阵白皮书里面 作为一个政见的内容 同样的 郭台铭这几次也讲了很多的政见 比如说郭台铭最 最在乎的是两岸的部分 那我个人觉得他讲那个金本那一块 作为一个常设的这个谈判 谈判基地 两岸谈不基地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那侯正寅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项一些想法 纳为自己的政见内容 因为你要知道 每个人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你不是说 我今天看一下历史哥 历史哥拜托你啊支持我啊 然后呢历史哥过去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历史哥最在乎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能只是去 去空口拜托人家 要有一个就是 你过去谈的 谈的事情你在乎的 但是你也许没机会做到 但是我来帮你做到 然后拜托你这个力量支持我 甚至说呢 以后假设有什么事情 可以再继续请你帮忙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你一来一往之间 不能就是空口说白话啦 只是说我知道 四年前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很全力的支持你 然后 然后这之后怎么办呢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